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和游戏相关的一些安全 那首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那我2013年加入腾讯 一直在这个腾讯游戏安全工作 负责游戏这边端游反外挂的方案建设 以及安全对抗引领保障端游的这种安全问题 在加入腾讯之前 我在趋势科技工作了大概八年 那主要的经验是在病毒杀箱分析和这种胶本引擎 方案的一些建设 那回到正题 游戏安全到底是什么呢 这边有没有不玩游戏的 想问一下 举个手 有不玩游戏的 那还是只有两个人举手 还好 大部分都玩游戏 那游戏安全其实是什么 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外挂 那玩Windows扫雷 一般我们正常来讲 高手的话大概可能两到三分钟 能够把这种高级局完成 就OK了 但是呢 如果换我去玩 用一些外挂软件的话 那可能一秒钟就搞定了 其实我们做安全的 其实很 思路很野了 应该这么讲 那像这种Windows扫雷 直接拖到这种IDA立项去分析 看一下 其实它很简单 它的扫雷 它的雷是放在 内存宿主里面的 然后把它没举出来 然后直接就 点开扫雷游戏开始 然后就一秒钟就搞定了 那这是一个小例子 给大家认识一下 什么叫外挂 所谓外挂 就是说 我用一些非法的 非常规的手段 去破解游戏 那实现一些超额的收益 在这种扫雷游戏里面 其实玩得快没有什么 但是在现实的网络游戏 如果你使用外挂 其实收益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们现在看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这种这个墙上面 都是有这种人物 这个在游戏 FPS游戏里面 典型的叫做人物透 正常来讲 这些人物都应该是 在这个墙后面的 那它为什么会在墙前面呢 其实就是外挂 它修改了这个游戏的逻辑 外挂知道这种 大部分这种FPS游戏 它的人物其实是 在本地客户端 其实坐标已经下来了 那在渲染的时候 只是在墙后面渲染的时候 因为它的那个Z轴的位置 是比墙要深的 所以渲染不出来 那外挂通过呼客D3D 直接把Z轴渲染给关掉 或者是深度置为零 那就可以去实现这种人物透 如果你打游戏 遇到的都是这样的 使用外挂的对手 基本上你是不可能有赢的 所以这个收益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现在在手机游戏上面 也有这样的外挂 不过呢 做外挂的 它其实是让这些 它是用来卖的 这些人它其实是 也要去讲究收益的 所以在做外挂的上面 它也会去考虑用户UI 因为我们传统的 这种手机屏比较小 所以它会去做这种天线 不知道大家看不到 这种紫色的线 那通过这种天线的 这种方式 同时加上 我们看到的人物透 那可以比较好的 这种提前感知 对方的一个出现 这个是CF那个手游 那像PUBG手游 其实和平精英啊 这些都有很多 所以这边是一些外挂的 在局内的一些收益的 一些表现 那么下面我聊一下 就是说 整个游戏 骇客和这种 外挂的这些历史 其实从游戏单身的开始 从最早的游戏 像那种 我们DOS上面的游戏 像什么赤斗人啊 其实就有骇客的这种技术 那到了这种 Windows时代 然后这种 端游的这种兴起啊 其实 骇客的技术就越来越多 像传统的PC游戏 若联网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去通过一些工具 Chat Engine FPE 金山游侠去 搜索内存值 然后可以很容易地 修改这些游戏的 内存属性啊 人物属性啊 包括存档 那实现一些快速通关的一些功能 像最早以前玩那个 可能这边大部分人可能没有玩过 像那个90年代的时候 有那个金虹群侠传 基本上我们都是通过修改 游戏快速通关啊 那到了这个网络游戏时代 那其实骇客的技术就越来越多了 那除了可以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去修改这种游戏的这种 人物对象啊 内存属性啊 那其实在FPS一项游戏 刚才看到的透视 那除了透视以外 FPS上面还有自描 那所谓自描就是说 那我去开枪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人开枪可能没有那么准 可能是瞄准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但自描的外挂 它可以帮助你快速锁定头部 那基本上枪枪抱头 这也是比较 对显性的一些外挂 那在网络游戏时代 因为有协议的 网络协议的一个交互 所以这种网络 针对网络协议的这种hacker 然后去修改 其实也是非常多的 那我后面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例子 在这边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像如果我们把整个协议 讲一下危害 如果我们把整个协议 全部hack了以后 那我其实可以在客户端 完全不需要客户端 我只需要自己写个 commonlender的方式 或者一个小英文 我就可以跟服务器交互 那实际上我在游戏里面 就可以发明 那这有什么作用呢 在游戏里面有最多的一类危害 就是打进工作室 它批量的去上号小号 那整个游戏里面 如果全是打进工作室 整个游戏经济啊 各方面啊 其实就崩溃了 那除了这个游戏上面的 这种攻击手段的话 其实还有这种 传统的一些DDOS 那DDOS有什么作用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玩种荣耀或者那种英雄联盟啊 有没有 还是有不少朋友玩过这个的 那DDOS如果你要输了 你怎么办 OK DDOS 这种游戏服务器 这样子你这局就不输了 然后你的排名可以保持 永远不败 这是现实的例子 就是在腾讯遇到过的 这种安全的例子 所以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外挂做不到 它能想到各种收益的一些方式 那在这个手机游戏时代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风险更大的一些问题 那传统的这种PC时代 其实 我们做安全防护的 我们有这个root的权限 可以写驱动 但是在PC时代 基本上没有手游会去带的 有root权限 可以写个驱动 而对于写外挂 写这种打进工作室的人 其实他可以写 他可以去把那种开源的 手机模拟器 N9模拟器 找过来 那这样子他 你整个游戏是跑在一个模拟器里面 他想怎么控制你的行为 就怎么控制你的行为 输入 所以 手游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风险 OK 我聊一下整个这种 在游戏这块的一个 灰产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 其实可能大家觉得 写外挂的人都是一些 骇客 或者是说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有一小部分是的 可能他凭兴趣爱靠 写一点外挂 但真正的一个情况 其实在 国内 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外挂 其实他一个作者 他并不直接参与 这个 生物爱 那他会把它交给总代理商 总代理商会去 把这个外挂 去进行不同的打包 那可能会去 一部分作为内部挂 卖给这种打进工作室 这种样本 你是在外面是拿不到的 那可能会去交给淘宝的客服 淘宝的客服 可能会有QQ群啊 或者是淘宝的群 然后售买这种外挂 那这些客服是非常专业的 因为它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他可能会说 为了建立我的品牌 那我可能会说 如果我外挂被检测到了 那我可能又退款 我可能 即使不退款 我可能会 延长你的使用期 所以 它也是像做生意一样的 那另外 还有一部分呢 其实这个产业 它会这样子 就是说 有些人他自己不做外挂 但是呢 他却破解别人的外挂 然后重新绑定一个版本 通过绑定木码 绑定这种挖矿程序的方法 去进行收益 所以整个产业链是非常大的 在游戏这么多收入的时候 大家都盯上这块肥肉 所以 可想而知 那这是一个DNF 我们看到比较老的一个截图 我们去看DNF工作室的 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截图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其实多屏去显示 DNF在 在跑的一个情况 那很多 很多画面都做了一些 这个分辨率的降低 为了跑更多的客户端 真正的 真正的是这个样子的 跟挖矿也没什么区别 也是批量的去生产 那在中国 其实腾讯对外挂这块 做的比较领先 我们在2018年 也会看到一些 外挂上面的一些变化 其实总结下来 可能也就是这么几点 那越热门的游戏 外挂越多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这样子才有买家 那可能有些外挂 真的不是很便宜 譬如 如果我是一个外挂作者 我可能专门给 那种主播定制款外挂 我只卖几个主播 那这个价格 可能是大家想不到 可能一个月 可能好几万 这种都不是问题 因为主播 他有流量 有粉丝 主播打不过别人 他找一些登门的挂 那这种挂 可能都是定制的版本 所以外挂可能会 价格会超出 大家的一个想象范围 好几万也是有可能的 那很多这种 因为游戏打击的 比较力度比较强 加上大部分游戏 是免费游戏 所以我们检查的号 可能都是一些新进号 虽然这些可能是 做挂的老手 但是他们可能都会 使用一些新进号来去 作弊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大概60%的外挂 使用的范围 其实是在网吧 这也跟这个产业链有关 因为有些网吧业主 他说我去吸引一些 更多人到我这里来玩 他可能会去找一些 免费的外挂 放到他的网盘里面去 那像PUBG 在网吧里面这么火 他就会去 用这种方式 做这个吸引玩家 那在2018年 其实FPS游戏非常火 非常火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FPS的外挂 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拿PUBG绝地求生来讲 我们大概2018年看到 有超过2700款外挂 高峰期每天可以 有一百款外挂 进行这种更新 2018年有60款的 60款以上的这种 绝地求生类的这种游戏 那基本上我们发现 没有游戏是没有外挂的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外挂火到什么程度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听说过Apex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是个新游戏 今年2月5号发售 那个是EA的一个游戏 它三天DAO过千万 那就在这三天 我们已经看到它有60款以上的 外挂出来了 所以只要你游戏火 一定会有人盯上你 我前面讲的都是一些 外挂的一些概况和历史 那我现在讲聊一下 外挂它常用使用的一些技术 那我个人呢 其实在传统的安全信心领域 有一些经验 在外挂这边分析 和这个对抗上面 也有一些经验 所以我会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讲 那传统的信心安全领域 以我的理解 我会把它分为三大块 第一大块可能是漏洞挖掘 和这种软件bug相关的 第二块呢 可能是跟网络安全相关的 包括写议啊 包括DDOS 第三块可能是跟服务器相关安全的 那可能是说服务器防护 防止这种色谷注入啊 或者是这种入侵检测 那从游戏的角度来讲 这三块也是同样的重灾区 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 那在传统的软件领域 我们可能研究Chrome的漏洞 或者PDF的漏洞 那我们可能通过这种漏洞 去做溢出 去做逃逸 在游戏安全领域 那可能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通过这种游戏的bug 去找一些高收益的一点 下面的每一小点我可能后面都有一些例子 来具体的一些讲 那可能 在和传统漏洞 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因为大部分游戏 其实有很强的客户端逻辑 而这种客户端的逻辑和数据 在服务器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交验的 所以 漏洞方面我们也会特别关注 这客户端的逻辑相关的一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游戏安全方面的风险 就是盗版问题 其实现在市面上也还是有单机游戏 主机游戏的 那盗版问题 其实游戏安全方案解决算 其实也提供了很多防盗版的手段 但是 这个难不住这种制作外挂 或者这种研究游戏的人 把它去破解了 然后去免费啊 或者是想一些方法去售卖 网络领域 网络协议这边 我刚才前面讲了一个 炸房DDOS的一个例子 那其实还有更复杂的这种 针对协议的一些破解 在业游啊 在这种托机 业游上面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服务器相关的会好一些 因为服务器其实安全产品 安全防护已经做的 相对来说 这个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了 但是对于游戏来讲 它仍然需要去关注 因为一旦服务器被别人拿下 可能面临的是 整个游戏数据库的修改 可能会你的用户被脱库 会去转到其他的游戏上面 别人可能会去把你的用户导流 导到其他的游戏上面去 OK 好 那我现在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软件bug是什么 这个游戏 大家有没有玩过 大波罗 大波罗这个游戏 其实是暴雪的一个经典款 那它有什么漏洞 这也是我们程序员埋下的坑 游戏的复杂度 其实远远超过一个常规的一个软件 你要做到充分测试 像即使像暴雪的这样的公司 其实它也 没有办法完全 那这就是一个真实现实中的例子 大波罗发售的时候 有玩家很快试出来 我同时可以做到金币复制和物品复制 它怎么做 我们拿两个PSP的手柄去连服务器 那大小号同时登 那在暴雪看来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个玩家 他把自己的装备丢在地上 然后不存档 手柄A直接退出 因为B是同样的号 但是它是小号角色 他没有看到 他发现这个物品还在 等大号重新 所以它整个游戏是没断线的 这时候大号强行退出了以后 重新登 发现身上的装备还在 所以装备很快一变二二变四 这种就进行了复制 其实这就是一个 程序员在实现的前面的 一个同步的一个问题 没有做好 大家觉得可能这个问题比较低级 其实这样的bug太多了 就拿程序家自己的游戏DNF来讲 还有邮件复制 那发出去的邮件 可能物品并没有从身上剥掉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所以这种bug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测出来的 但是现实来讲 其实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bug 而且对游戏的一个经济 损害是非常大的 因为整个如果是玩家 可以这种复制装备的话 它这个经济很快就崩溃掉 OK 第二类软件漏洞上面的问题 就是我前面讲的 就是客户端的逻辑 和服务器的逻辑 其实在游戏实现的情况下 它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同步 尤其是一些比较 注重游戏体验的一些游戏 一些经济类的游戏 它可能在对实施性要求的情况下 它必须把一些客户端逻辑放在 必须把一些逻辑放在客户端 那典型的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会去想到 去修改人物属性 修改各种各样的攻击力 这样的 其实做外挂的人 他思路非常广 他不光会修改自己的 还会修改怪物的 你检测人物属性了 正常了 那他就去把怪物全修改掉 然后你的宠物啊 各种啊 总之你想不到的属性 它都能修改 那常用的一些工具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截图 C1 Chicken Engine 它可以比较好的去搜索值 当然这个还是比较初级的一个攻击手段 大部分服务器如果做了一些教研的话 他简单的修改属性 那可能都会去被游戏保护给去处罚 所以那在不修改游戏逻辑 也不hook的情况下 怎么去做呢 那其实他可以去call游戏的函数 比如我前面讲的一个字苗的一个实现 字苗其实他可以去调用第三滴里面 人物朝向修改 去调用那个人 调整人物朝向的函数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不需要扣任何代码 那他直接去锁定对方的头部 那就实现了这样的功能 那包括可能我客户端逻辑 可能是碰撞检测 尤其是穿墙 子弹穿墙 人物穿墙的这样的功能 其实很多都是在客户端去实现的 那只要去把这部分逻辑进行干扰 那或者修改 那就可能会有问题 那如果真正的游戏 其实像英雄联盟起来讲 外挂是比较少的 那是不是做不出什么外挂呢 其实也不是的 那其实游戏还有很多资源 资源这块也可以利用 一般来讲我们的思路 可能说资源利用可能就是一个 对本地游戏或者那种若联网的手游 可能会有效果 那你可能是一个自娱自嗨的一个效果 但是在网络游戏时代 你可能这种自嗨的效果 可能是超出你想象的 这是英雄联盟 一个放大的人物的一个模型 它修改了本地的一个效果 收益是什么呢 正常来讲我们队局里面 如果都是五个小人在跑的话 其实你要去观察那个视角 你没有全局视角 你可能会打得有点乱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这么超大的人物模型 其实你的整个视角 你这个大局观就出来了 所以你可能水平就上了一个台阶 那其实像这种 同样的 它还可以去修改这种 上色这种资源文件 那这个是一个透视加上色 它不完全是本地资源效果的一个截图 这是堡垒之夜的一个透视截图 前面讲的都是一些游戏客户端逻辑 漏洞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协议这块游戏是不是比较成熟了 因为协议发展了很多 因为像很老的协议研究 什么SH SSH 都研究很多年了 对吧 加密学对称学都很多了 那是不是协议上面就没有问题 显然不是的 那就拿我们最新的刺激 那个绝地求生来讲 外挂作者真的很聪明 他知道这个绝地求生 是Unreal引擎做的 Unreal引擎其实是开源的 他去研究Unreal引擎的这个代码 把网络协议部分完全解析清楚了以后 了解清楚了以后 他做出了一款这款 在PC上没有任何痕迹的外挂 他怎么做的 他做了一个代理 这个代理服务器 通过协议解析 直接把所有的人物出现的位置 显示在这个 不好意思 显示在这个手机上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一个主播上面 看到这个效果 所以那个主播 其实他可以预知你人在什么地方 他也没有 你要去检测他 他没有任何痕迹 他本机PC上没有任何痕迹 他就是网络是有个代理 很正常嘛 对吧 但是这个外挂做出来以后 实际上是非常难对抗和保护的一个功能 所以协议这块并不是像我们想的 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种 现在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 就万事OK了 OK 那不过协议现在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威胁 还是在这种业游和一些弱联网的 一些手机游戏上面 OK 前面讲的一个 讲了卢阿卢这种 炸房的这种问题 那其实现在都比较成熟 像这个截图实际上是一个DDoS的一个平台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输 你想攻击的IP啊 像那个 那其实都是比较 很自动化的 那其实腾讯现在 其实你要去DDoS卢阿卢的服务器是没有用了 因为我们做了防护 而且我们又基于协议级的这种DDoS检测 那有时候其实还是跟软件设计有关 那DDoS在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场景 譬如 它可能会去修改一部分协议 结合DDoS 实际拒绝服务 那包括安全服务器都会受到攻击 像我们正式遇到过的例子 在飞车里面 就会导致我们安全服务器出问题 然后逃避我们的一些检测 OK 另外那个协议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些 在这个黑产的样子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它相互 有些中小厂商 不小 不大规范的中小游戏厂商 它可能会相互攻击 可能会买一些扭量的情况 最后讲一个安全技术 这边一个 就是相对和游戏比较直接的一个技术 因为在其他的安全领域里面没有 那是什么呢 就是模拟按键 模拟按键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 锁定人物头部啊 自描啊这样的一个功能 其实大部分模拟按键 被用在工作室 这个截图是一个 罗阿鲁上面工作室的一个 脚本的一个截图 它会自动去选择副本 自动去完成推塔 这种功能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遇到过 那这种 大家会觉得可能 模拟按键在Windows上面 肯定是比较好防护的 那我有驱动我就搞定了嘛 其实情况还真不是这样子的 工作室用的是什么 工作室它可能会用的是 纯硬件的解决方案 它可能会把它自己的脚本录下来 然后通过USB再插上去 再给你拨一遍 所以这是一个纯硬件的方案 能不能帮我放一下录像 这边有个录像 现在可以 它连这个都不用了 它搞了个单片机 机械臂 然后可以去这样子去 直接这样子玩游戏 这个是在DNF上面的一个工作室 OK 视频比较短19秒 OK 前面讲了一些外挂攻击的一个手段 那怎么去防御 这个游戏安全 给游戏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呢 其实游戏防护和传统的病毒防护 可能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可能 我先讲一下传统的 传统的其实你有个病毒 或者有个挖矿程序 一定是程序 这个普通的这个人不想要的 有病毒一定要杀死 如果有挖矿程序 一定要干掉 营养服务器运行 但游戏就不一样 游戏我称之为 它是一个平衡的艺术 游戏里面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这个游戏玩家 第二个是打进工作室 第三个是游戏开发商和运营 那游戏玩家 如果他遇到用外挂的 他一定很生气 我要去举报 我要去把这个外挂给举报掉 但是如果游戏很复杂 很难 他可能需要一些外挂来辅助他 我们看到其实像 魔兽里面 其实有一些外挂 他可能最终会变成一个 反而变成游戏开发商的一个功能 会去提供给玩家一些辅助的一些功能 所以玩家在这边对外挂的态度是很暧昧的 如果真正想用外挂的玩家 经常还做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 就是外挂说 你不要相信萨多软件 这个我是没有读的 你把萨多软件关掉 所以很多玩家 他可能是在使用外挂的情况下 他是配合外挂的 打进工作室这边是想 尽可能的一个高收益 但是打进工作室其实不止一家 太多家去盯到同一款游戏上面的 这种打进工作室 所以打进工作室 他们这些也要比效率 比生产效率 最后就是游戏开发商和运营了 那他可能在他的一个角度 外挂多了 那肯定不行 这个游戏太烂了 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玩家抱怨的很厉害 你这游戏太难玩了 全是重复性的劳动 那他可能也希望 有一些外挂能帮玩家去减轻一些负担 同时对打进工作室也是一样 如果你把打进工作室全部给消灭掉了 那玩家没有地方去买金币 那就会觉得你自己游戏开发商 提供的这种金币啊 这种太贵了 那他可能也是想找一个中间商 或者是说找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你满屏都是工作室 那对玩家的影响到玩家体验 和游戏的口碑的时候 那从游戏开发商的一个角度 那他是坚决要去打击的 所以鉴于在玩家打进工作室和游戏开发商之间 他需要找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在打击外挂上面 其实可以分为两条思路 第一 第一条是非技术的思路 就产品运营内的思路 那在这样那个思路 我们可能会用社群的力量 就是可能会在玩家 他遇到外挂的时候去进行举报 那我们可以有视频举报 可以有截图举报 那截图了举报以后 可以做人工的审核 那可能是玩家之间审 也可能是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审 那在处罚上面 我们也会灵活地去考虑 这种游戏运营的这种要求 除了分号 如果项目组或者游戏开发商 他非常强硬 那我们可能会分机器 如果他觉得这部分作弊还好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把它提下线 这样子 那对一些核心玩法上面 我们可能刚才前面讲了 就是说有一些新进玩家 特别多 而新进玩家又特别容易作弊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不允许新进玩家 去玩一些核心模式 那这个是一个非技术侧的一个东西 那技术侧我们怎么去做 怎么去保护方案呢 技术侧我们主要 我把它分为大概两大方面 第一个是通用检测 第二个是基于行为的检测 那通用检测是什么 通用检测就是说 我其实跟你游戏的逻辑绑得比较紧 我主要是以样本啊 或者基础防护的思路去做 那行为检测很简单 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正常一个玩一个副本 可能我们需要20分钟 或者是30分钟 但是你两分钟就通关了 这个就是一个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大部分情况下 在是有问题的 所以行为检测可能是基于 它的一个收益点去看的 我下面具体讲一下这两方面 首先通用检测里面 它包含基本的一些保护 那基本的保护 其实在我们传统的安全领域 已经做得比较深了 我们包括这种反调式 加壳 会加比较强的混淆的VMP壳 那我们会对方案进行完整性保护 检测线程检测这种代码 那我们会有在腾讯 会有驱动级的一些保护 那基于腾讯 我们会有基于VT的保护 那在其他的厂商 我们是没有看到说 有基于VT的驱动来保护 OK 那通用检测检测 还有基于样本的检测 样本的检测 其实有点像SUD软件 但比SUD软件做可能更难一些 因为这是一个强运营的事情 它并不是说 所有的外挂要一票子干死 难点还在于说 我们很多样本 其实是很难拿到 这些就拿前面讲的那种主播外挂 它其实你根本拿不到 或者有些玩家不配合 他也不承认他用了外挂 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一个样本 我们想去买样本 对吧 人家一看你是深圳地区来的 那肯定就不卖给你 对吧 在深圳地区开不起来 这些做外挂的 其实它还是有很多思路的 那即使你拿到了样本 这些样本和传统的那些病毒 都还不大一样 它比如加了一些墙壳 那那些墙壳可能 你也没有办法一刀切 在外网说 只要有VMP运行的程序 我游戏就不让人玩 那这样子 游戏开发商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本身分析 加了墙壳 你也没有办法去做 比较好的一个分析 另外最后一点 就是跟传统的萨度软件一样的 就是万一出错特征 可能引起外挂的 突发的风险 而对这种做外挂的人 他不管 他难了就难了 或者他也不想什么 那作为游戏 他还是要比较负责任的 对玩家负责任 他还是不能够在样本运营 这块出任何风险 那基于行为的检测 其实它有两大类数据 第一大类数据就是人物本身的一些数据 包括通关时间 包括他在玩游戏的时候 一些人物赎金 然后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基于游戏数据 其实可以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 大部分的问题可以解决 难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外挂 他修改的没有那么变态 就是没有那么超出超合收益 他可能譬如我去跑飞车 我就做个1.1倍的加速 那在1.1倍加速 你很难去体现他和高手和普通人的一个区别 所以行为收益上面有他自己一个误判的风险和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类数据来自于我们客户端方案去收集一些 你对游戏的修改 那你是不是有一些可疑的一些进程 然后这样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会去结合他的一些历史战绩 去做一些行为上面的一些风险 那我最后其实讲两个 这个就是题外的这种小技术点吧 也是现在的这种AI是比较热 前面鲁瓦鲁工作室聊的比较多了 那在现在我们在 这是腾讯的一种方法 并不是全部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会发现鲁瓦鲁里面工作室 他走过的路径和这种正常人走过的路径不一样 大家看到的这个红色花生形状的 其实是在鲁瓦鲁每一具对局里面 我们看到那种工作室 他们走过的痕迹 而在普通玩家它是后面背景黑色的一个 痕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鲁瓦鲁工作室其实还是比较简单 它基本上基于一些实色 然后一些原理 这个花生代表什么呢 因为大家在鲁瓦鲁里面有一个副本模式 很少去玩的 叫那个柳区森林 大部分工作室 他把他自己的号就在这个里面念 所以大家可能感知不到 他把这个号念起来了 三十几以后了在淘宝上面卖 一个鲁瓦鲁的账号 在淘宝上面可以卖三十块钱 就是有些人他不想自己去念 他去找一些淘宝的账号去买过来 那图方便嘛 这样子 项目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从我们纯技术上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比较容易去解决了 那我们利用现在比较流行的 这种深度学习的框架 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CNN的模型 去识别在同一局里面 那哪些人是工作室 可疑的工作室 哪些是普通的玩家 那我们同时也做了 基于STIM的序列模型 去对比效果 那发现CNN的效果还是会好一些 当然这个大部分跟你的数据原因有关 所以反外挂的思路 其实是比较广的 最后讲一个这个 基于深度学习的这种识别 这种人物透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用了YOLO的这个模型 我们会把这种模型 用人工先标记好 然后去学习了以后 然后当有一个玩家被举报的时候 我们会去看他是否 能够图片上截图上 能够匹配上 他正好在作弊 使用了透视外挂 OK 行 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这里 希望给大家 在游戏安全上面 带来一些初步的一些认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